哈嘍 我是Reyna 欢迎来到的已有小世界 农历新年的第一天 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要来分享 2023年1月12日 刚热腾腾发售的 暗之卷属 在严小将的大力反推下 我很迅速的把这片游戏玩完了 只能说 一言难尽啊 暗之卷属 我一直以为Steam只有英文版 感谢大家跟我说原来Steam有中文版 早知道 就买Steam的中文版就好了 Switch的版本售价是 1590台币 Steam的版本售价是 568台币 因为我被Switch的价格气到 所以Steam的版本我也买了 影片最后会跟大家分享 两个版本的差异在哪里 想玩的话推荐买哪一个版本 我们就开始介绍游戏咯 暗之卷属的故事背景 发生在一个漆黑的世界 居住在这个世界的种族 是狼人吸血鬼等等 我们会在科幻小说里面 看到的人外种族 我们饰演的女主角 克洛伊种族是丧尸 丧尸因为身份特殊 所以只能居住在被铁丝网包围的 小村庄里面 然而有一天 克洛伊竟然收到了 名门学校艾尔德里克的入学通知书 并在这所学校里面 与四位男主相遇 谱出一段跨种族的恋爱故事 究竟克洛伊为什么会收到 入学通知书 为什么丧尸会被隔离呢 暗知眷属的男主一共是四位 斯巴 奈杰 雷 纳兹米 每个人都有两个篇章的剧情 前篇是恋爱篇 是两人相爱到交往的故事 后篇是恋人篇 是两人交往后的校园生活 以及要一起面对未来的故事 每个篇章里面是由十个故事组成 经过我精密的计算 一个故事大概晚五到六分钟 所以大概是八到十个小时 就可以玩完全部的游戏内容了 剧本的长度很短 所以男主们的介绍 不会讲到太多剧情的内容 第一位男主 斯巴 斯巴的种族是狼人 个性外向 活泼 但也傻里傻气的 是暗知眷属里面的开心果担当 虽然斯巴耳提面命 要我们不要在满月的时候进到森林 以免遭受狼人的攻击 但我们还是接近了森林了 因此得知了斯巴的秘密 斯巴不管是恋爱片还是恋人片 都是我最讨厌的一条个人线 无脑看都觉得编剧想荼毒我的思想 斯巴的路线就是男主跟女主一起降制 看两个笨蛋谈恋爱的感觉 我在看剧情的时候都觉得 内容牵强到不行 恋人片基本上就是自作自受的做死路线 斯巴的个性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女主无脑加白莲花还勉勉强强可以接受 但我真的不喜欢无脑又幼稚的男主 我超想跟他提分手 第二位男主耐杰 耐杰的种族是隐形人 个性温柔认真是乖乖牌的学生 身为隐形人的耐杰 因为种族阶级很低时常受到欺负 然而这样的他却挺身保护我们 而我们似乎也能找到隐形的耐杰 耐杰是我最喜欢的男主 我很喜欢耐杰的恋爱篇剧本 剧本写得很好又很感人 有渐进的感情铺陈也能理解两人相爱的原因 是我唯一一条看到哭的路线 非常喜欢他们两人相伴的故事 那人篇的剧情我就没有那么喜欢了 剧本变得不那么饱满 有人搞事的剧情我也觉得很无言 最后的内容给我强加悲剧的感受 要是故事情在恋爱篇就好多了 第三位男主雷 雷的种族是吸血鬼 个性傲慢自尊心强 喜欢美丽的事物 因此雷一开始就喜欢上女主的美貌 并想将女主纳为自己的囊中之物 然而殊不知丧尸的血超级难喝 究竟女主跟雷会发展成什么样的关系呢? 雷的路线我也不是很喜欢 女主真的太恋爱恼了 刚开头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就能包容对方对自己做的恶行恶状 还一直主动找男主示好 真的看不下去 不过到了恋人路线 我觉得内容有变好 虽然某部分的剧情还是很无言 但男主喜欢女主到愿意牺牲自己等等的内容 才把雷的性格塑造得更立体 也不再是流于表面的吸血鬼 最后第四位男主 纳兹米 纳兹米的种族是木乃伊 个性冷淡 具人于外 虽然种族的阶级低 但完全不在乎旁边的人的想法 在纳兹米的路线里 我们意外被纳兹米操控 并被他玩弄于手掌之间 纳兹米到底在想什么? 我们对他来说只是玩具吗? 纳兹米的路线可以说是暗知眷属的真相线 剧本有反转是这里面最精彩的一个 但前面的恋爱篇的剧本我没有很喜欢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一直被他冷眼看待被他骂 女主胜人到一个不行 要玩到后面理解纳兹米的种族特性之后 才能理解纳兹米为什么这么做 到了恋人篇的剧本就好看很多 纳兹米的占有欲强的让剧本甜滋滋的 最后结局的地方也完全展现了纳兹米的性格 我很喜欢纳兹米的恋人篇 官方没有推荐的攻略顺序 依照真相从浅到深 我推荐大家从狼人或是吸血鬼开始玩 这两个路线是可以对调的 再来玩隐形人 最后是木乃伊 暗知眷属的剧本有一些不错的地方 也有一些让我很不喜欢的地方 每个男主的性格都塑造得很立体饱满 也不会半路就换了个性 每个男主个人线的剧情发展 也都很贴合这些男子们的个性和处事方式 也不会有太多的矛盾感 我很喜欢游戏里面带到的一个议题 是种族跟寿命 每个种族的寿命都相差很多 甚至每个种族都有无法避免的天性 本性上的缺陷 男女主要如何一起想办法克服这些难关 让剧本多了很多思考的空间 这部分的内容我很喜欢 只可惜剧本太短了 没办法让整个故事架构更完整 加上女主是标准的无脑白莲花 真的很多地方的剧情都让我毫无代入感 很想掐死女主 可以不要再恋爱脑了吗? 很多条路线我都觉得男主喜欢女主喜欢的莫名其妙 反之亦然哦 整体剧本我不算喜欢 游戏的系统很单纯 每个章节都有选项 选到友好度高的选项 就会累积进入好结局的比例 只要超过过半就可以进入该结局 想要快速刷好坏结局 只要累积一半的B1选项 就可以直接从选单里面 选择你要进去坏结局或是好结局 另外附录的地方要全结局通关之后 才能在人物档案的地方开启FreeTalk的内容 这边不得不说做得很不好 虽然有语音但是没有字幕 不会日文的人根本听不懂 然后开场动画没有可以回放的地方 想要看OP就要重跑一次序章 或是你要在序章选男主之前把这个存档记录给存下来 按支卷属的立会跟CG都非常好看 而且没有画崩的图片 内容偏向傻甜傻甜的小品剧情 有的结局小虐但过程CG都是甜的 不过游戏整体精致度弱了一些 只能说最大的问题是Switch的版本卖太贵了 我觉得游戏的长度品质都不值得花我1590 我不是很要求翻译品质的人 但这个价钱配上这个翻译我是真的不太能接受 大家如果想要买按支卷属的话 我推荐大家买Steam的版本 Switch的版本没有追加任何额外的内容 连前面介绍的系统等等的缺点也都完全一样 两个版本只差异在翻译 Steam的翻译是官方自己的翻译 用字比较平易近人比较多日常用语跟白话文 Switch的版本是GSE的翻译是有经过修饰跟美化的翻译 阅读起来比较多成语或是不常见的用字 虽然不常见但也不会到看不懂或不好阅读 这两个版本的翻译都不影响对剧情的理解 的确Steam的版本会多一点点积翻的味道 但是GSE的翻译有的用词也的确没有这么好理解 两个版本附加的特点 个人介绍的语音一样都没有中文翻译 在完全一样的游戏内容下 我不觉得需要多花1000元去买不一样的翻译跟掌机的便利性 毕竟游戏只有10个小时 坐在电脑前玩也不算很久 除非你没有Windows的电脑 又很想玩的话 可以再考虑买Switch的版本 因为游戏整体的质量真的大概跟我之前买的逆转集园的品质差不多 而且逆转集园只要400元 我是建议等打折再买就好了 不然真的太贵了 只要多花300 就可以玩40个小时的前程之花的玩中 怕大家农历新年一拿到红包或是年中 就想要买新的云女游戏会挑到这一片新游戏 想一想还是赶快剪出来跟大家分享游戏内容 大家有玩过暗知眷属吗? 你最喜欢哪一位男主? 我最喜欢奈捷的故事 但个性跟外貌我喜欢纳兹米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部游戏蛮贵的 我是Rena 我会持续分享云女游戏的相关内容 喜欢云女游戏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 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